今天ET个股推介是建行939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早选择原因 就是内银股即将公布业绩 预期上半年的业绩录得不错的增长 银保监近日披露内银监管数据 显示内银的业绩持续改善 可以趁低部署吸纳 大型内银可以留意建行 建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加快 市场预期上半年的盈利大约1449亿人民币 岸年增长5.3% 增幅明显高过去年全年的1.6% 亦比今年第一季的2.8%增幅多 未来三年盈利增长势头将会延续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建行今后三年的盈利增幅分别是5%、8%和7% 建行昨日股价升2.4% 成交明显增加 走势上就好像会挑战中期的下降轨 这形态是呈现强势的 投资者可以在5.5%楼下收集建行 中线博绝盈利增长势头延续 可以财息检收 目标先看6元 失手5.2%就减切 请问她看7 big